马肃生不能随诸位将军征伐讨逆 死 当诱我蜀中将士 披荆斩棘 无枉不胜 待诸位将军北伐建功 成就大业之日 马肃于九泉之下 也定当开怀 丞相 马肃告辞了 为什么有人说 马肃是被王平害死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话说马肃失手接停 差点让北伐大军全军覆没 马肃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返回迎战 虽然自己之前立过军令状 但三国的军令状大家都知道 基本就是一张废纸 没人拿他当回事 之前关羽华荣道放走曹操 那么严重的错误 关羽都没有被杀 在马肃看来 自己跟了诸葛亮二十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现在只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 充其量就是撤职挨骂 不至于丢掉性命 为此马肃还专门让小兵 将自己捆起来 完了一出赴金请罪 事情发展确实如马肃所料 诸葛亮先将马肃一顿臭骂 然后马肃乖乖认错 主动提出干授军法 这个时候赵云出列为马肃求情 理由还是老一套 马肃虽然有过失 但好歹是蜀汉老臣 看在往日的功劳上 不如饶马肃一次 让他以后戴罪立功 按照以往的流程 接下来就是仗中武将 全部下跪为马肃求情 然后诸葛亮顺势饶过马肃 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王平百明了就是要弄死马肃 魏延听后心头一惊 急忙替马肃求情 魏延的意思很明显 马肃守接庭 本来就是一寡敌众 现在战败了 并不全是马肃的责任 王平作为副将 也有一定的过错 在赵云和魏延的带领下 仗中其他武将 纷纷下跪替马肃求情 这让诸葛亮十分纠结 本来按照惯例 众人全部为马肃求情 诸葛亮就可以顺势放过马肃 但现在偏偏蹦出来一个王平 王平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王平的话却直指要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马肃违反了规矩理应受罚 如果诸葛亮训私 必然难以服众 可要让诸葛亮杀了马肃 诸葛亮是真的舍不得 这时马肃也看出了 诸葛亮的为难之处 为了不让诸葛亮难办 马肃主动提出 让诸葛亮杀自己失重 以明正点心 看着眼前的弟子 诸葛亮心如刀脚 犹豫半天 最终还是缓缓拿起令牌 拖出去 无失行星 扔出令牌的瞬间 诸葛亮再也无法控制感情 两行热泪滑落脸庞 马肃同样泪流满面 他知道是自己 辜负了诸葛亮的培育之恩 现在只能用生命来赎罪 事已至此 马肃反而平静下来 吃个饭洗个澡 换一身干净衣服 马肃坦然来到刑场 监长官魏妍早已等候多时 当马肃从面前经过时 魏妍出声喊住马肃 永长 喝了这碗酒 马肃接过酒碗 一饮而尽 烈酒入侯 马肃心中燃起一丝豪情 多谢文长 马肃 生不能随诸葛将军 征伐讨逆 死 当诱我蜀中将士 匹荆斩棘 无枉不胜 待诸位将军 北伐建功 成就大业之日 马肃于九泉之下 也定当开怀 随后 马肃转身面向营帐 给诸葛亮 锯了最后一功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马肃的身上 也涌现出了一丝英雄之气 随着魏严含泪下令 马肃的生命走到尽头 享年三十八岁 我已经出现了一丁英雄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